在台南当一天文青要花多少钱 最近影片好像流行这样开头 今天我们来到乌邦图书店 这道长长的阶梯是网红的热门打卡景点 座位区的低消是一杯饮料 点完饮料就可以任意把图书带到座位看 户外望出去就是安平运河 我点了瓶气泡水85 挑了几本书准备进入睡眠状态 准备好来阅读 这里的书籍种类蛮多的 文学、生活、小说、杂志、励志、鸡汤 早上八点半开到晚上八点半 整个氛围是舒服而且放松的 我在这里坐了好久直到肚子饿 决定去吃附近的一瓶肉圆 这家的肉圆是蒸的 喜欢吃芋头的话很建议点玉丸 这两样都好好吃哦 这一餐花费75 它是很容易错过的路边小店 没有冷气哦 最后再到怀旧小站 点一碗杏仁豆腐冰60 结束完美的一天 清水糖的人潮真的太可怕了 艾玛还是推荐怀旧小站吃不腻 你有什么口袋名单吗 欢迎留言给我 艾玛小厨房我们下个影片见 二 最费 等 gli 槙 互